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两嘉宾小龙 22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教练 女嘉宾小齐同样 22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一听就情感挺波折的 是吧 已经分手三个月了 对 好 我从头开始问 怎么认识的两位 我是在学校健身房和她认识的 学校健身房认识的 对 谁主动跟谁搭的善 她和我主动搭的善 女生跟你搭的善 是的 我跟她打了个招呼 然后后来就加了个微信 后来聊上了 后来就聊上了 倒也挺直接的 那你们算校友是吗 我们不算校友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所学校的 小片里提到你们现在恋爱有一年多是吧 恋爱两年半了 两年半 是一滴恋是吗 后来一滴了吗 后来一滴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先把这个时间给我们捋顺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们两个恋爱两年半了 一滴大概是半年多了 我那时候就是接到一个公司的邀请嘛 让我去北京发展 然后我反正大肆要实习 我又去北京了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学是学经济 但是我是做的东西不是这个 我是做在北京健身教练做 你做健身教练 学的是经济 对 为什么跟他分手啊 因为他去了异地之后 就是对我完全就变了一个人私的 就是说变得很冷淡 你知道吗 以前他在这边的时候 他会很关心我 会这样子跟我在一起怎么样 他去那边跟我联系也少了 感情也就淡了 就是回来也不怎么回来 后来实在受不了他 就跟他分手了 为什么跟人淡啊 其实就是之前工作也挺忙的 然后一直就是没有怎么顾得上他 就感觉没有尽到一个男朋友该有的职责嘛 然后就也特别欠疚他 分手之后就怀念他以前的那种对我挺好的 然后就很后悔 想跟他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异地期间你们见面多吗 我期间有假的话 有空的话我会回来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在一起啊 每次回来大概可能两三天嘛 一个周末这样子 两三天一个周末 所以女生其实是不太喜欢这种感受了 是吧 是的 所以就离开了 对 这不是已经分手三个月了 你还纠缠什么呢 心里面就很难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经历的那种 就想跟他再重新开始 想跟他在一起 挽回一下 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也是这个 就是因为他对你的冷落 所以你就决绝地要跟他分手吗 因为他常常在外地回来也是比较少的 然后他本来就是比较冷漠的一个人 对我关心也比较少 其实我心里想要的那种男生是 我觉得逢年过节能陪我一起过的 然后陪我看个电影啊 吃个饭 牵个小手 逛个街什么的 是吧 比较那种暖的 但是他完全是做不到这些 我觉得我跟他完全就不合适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久了 变成一种习惯和依赖 然后才会跟他在一起那么久 你们俩在异地之前的关系相处得好吗 他在这边的时候 我跟他相处关系还可以的 就是说去异地之后 就是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不联系你吗 就是说这段时间 我跟他发微信 发短信什么的 打电话 他跟我说他很忙 他说晚点回我 我可能一等就要等很久很久 就等于说两三个小时唯一我一条的那一种 那你也知道吗 女孩子比较喜欢到这种暖性的那一种 不怎么喜欢这种冷漠性的 它很冷是吧 是的 那应该早提出来分手 干嘛这才提出呢 可是因为他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他对我关心程度也是有的 就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你挺好的 对 是的 你是受不了异地的折磨是吧 对对对 我那时候跟他说过 让他为了我在这边留下一起创业什么的 他说都没有跟我说 直接那边订好了机票 然后就直接走了 那你现在能回来陪他吗 我是现在还在北京发展 不是 我就问你能回来陪他吗 嗯 我愿意有空的话就回来陪他 那你挽回什么情感呀 嗯 我愿意回来陪他 那人现在愿意回来陪你了 就是我现在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这段时间我身边出现一个男的 哦 他愿意对我 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么好 很暖的那一种 什么就对我很体贴很照顾 嗯 其实我觉得我跟他根本就不是爱情了 就是 只是时间久别成为一种习惯你知道 啊 我不知道他这点难的是真的有还是没有 可能是说来就想让我退让的 啊 但是我也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也愿意一直来陪伴你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可是那你之前那段时间都去干嘛了 我让你留下来你又不愿意留下来 现在你不觉得都晚了吗 我之前真的是在北京工作很忙 因为你也知道我在那边自己都还没有安定下来 我想等到发展的好一些可以把你接过去 我们两人一起生活 我现在在外面在北京打拼 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是为我们两个打下基础的 可是你去北京的时候说都不跟我说 你完全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你去北京前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吃到一顿晚饭 连晚饭都吃了都不安心 你一直跟我说工作工作 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就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那天晚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摔杯子给我看 还要摔脸给我 我为你那边安心下来了 我这边怎么办 你跟我怎么说的 你说你那边都还没安定下来 你让你怎么办 那你让我怎么想 我当时很生气了 我放下杯子转身就总被想到 我杯子没放文 就掉地上了 其实这不怪我吧 那你当时留我一个人在餐厅里面 我就看着你的背影 我怎么叫都叫不回你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多尴尬 可是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啊 你根本就没有为我考虑过 你知道吗 如果我有空我就说会来陪你的嘛 平时你的朋友圈我也在看 我也会给你点赞会给你评论 该虚华问暖的时候我也会说的 可是你回来哪次不是顺带来看我 你是因为要来看爸妈 家里有事儿然后我才回来看到我 如果你心里真的有我 你就不会过那么久才回来看我 在你们一地期间 你们有没有过过节啊什么的 维护过自己的感情 还是说一直就这么不嫌不淡着 我跟他他在这边的时候吧 我不说这边就是一地期间 一地期间我跟他没有过过任何一个节 他说过他说过那个 我生日的时候正好是光棍节 他说他回来陪我过的 他都没有回来直接跟我发生日快乐 什么表示都没有 那时候他的朋友就传上照片嘛 你这男生给他那一大树花 那你也生气了 有点心里有点不着性嘛 那你说我当时能说什么呢 我就说祝你生日快乐吧 那你更应该回来陪他过的呀 是这也不怪我吧 你说好也要回来陪我的 是你自己不回来的 而且那天正好是又是光棍节 又是我生日 我觉得跟我身边一帮朋友一起过 不是挺好的 正好我一个朋友送我一束花 那我觉得因为我生日嘛 我觉得别人送我花 我觉得很正常的 那你可以设身处理地想一想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你在一地 然后有一个别的女孩子 来给我送礼物什么的 你说你心里能好受吗 那我这个话题我也能忍 我先不说这个话题 那说上次谈视频的事情好了 我说我很想你 我说我想跟你谈视频聊会儿天 你是怎么对我的 那天晚上我工作开会 开到两三点钟 人已经很累了 然后手机都已经没电了嘛 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 手机刚充上电 还没等他自动开机 我就已经睡着了 你是做健身教练的 健身教练现在开会都需要 开到两三点 我们那次是有特殊情况 就是为公司要采动新设备嘛 哦 就是 行 好 你说我问一个话题啊 嗯 你说有些事你可以忍的 就先不说了 你忍的是什么呀 嗯 就是说他 以前没有去异地之前 去北京之前 他在这边的时候 就是会有跟一些女的暧昧 被我发现了 但是我没有跟他说 因为我觉得嘛 我那时候对他有感情 我比较爱他 那我觉得有一些小事情 我觉得我能忍 我一直跟他说了 哦 但是现在都已经闹到这份上 那我就跟他说了 那个事情是 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我可能对他们感情 确实没有投入进去 觉得一开始我也说 会就于他嘛 然后就也没有投入进去 当时也有别的女孩子来追求我 但是我确实没有发展什么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好奇哈 就是这么观察下来 异地期间 你们俩的情感互动非常的少 对吧 是的 是的 没什么情感的交流呢 到底你现在想挽回 他是要挽回什么呢 就是因为跟他分手了 我才知道 那段时间我真的 我一开始以为 他只是跟我闹着玩的 嗯 但是后来我给他发信息 他就把我删了嘛 发现 然后我那天就真的 哪里找不到他 我心里真的很焦急 我就赶回去 然后在他楼下等他 然后他也不想来见我 嗯 那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 没有他这几天 我才觉得真的没有他不行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你挽救他除了去找他 还有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我就 因为我一直联系不到他嘛 我就找他妈妈 叫他妈妈出来 然后把他约出来 一吃顿饭 算是赔罪 哦 母亲也转入到 你们的这个关系当中来了 是的 以前见过他母亲吗 见过 哦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谈恋 这是两个人之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把我父母给牵扯进来的 我觉得我跟他已经没有这种感情了 我觉得没必要再这样下去了 哦 行 所以就直接面对一个问题吧 刚才小伙子说了 说那个男生到底是你编造出来的 还是实际那个男生真实地就在那儿 你的心完全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其实一开始我是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跟他分开那么久了 我觉得人一下子就变得很轻松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种压力感 或许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是一种习惯性了 因为时间久了嘛 就变得很习惯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种所谓的爱情 你指的跟他在一起有压力感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就是喜欢别人围绕着他转 但是我这个人又喜欢别人围绕着我转 就是两个人就性格不合 我其实觉得我性格跟他挺合适的 因为我是那个比较 不会还会表达自己情绪的嘛 事情都会在心里面 但是他却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挺合适的 就是他要走了 你觉得我不能让你走 接受不了是吧 我承认我以前是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没有当好你的男朋友嘛 没有给你的很多陪伴 但是我现在也愿意去重新改过来 我也会愿意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陪你 在你悲伤的时候我会逗你笑 甚至可以带你去你没去过的任何地方 真的只要你相信我 我什么都可以变的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能包容你那么多 其实完全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但是我现在真的想得很明白了 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我们要不好聚好散 所以女生其实今天能来也挺不容易的 是吧 对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其实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久了 我觉得我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真心对他好的 没有你我不行的呀 小Z没有他你行 这有落花和流水啊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呀白老师来来来来来 我没觉得这需要怎么办 他们俩已经是两个认识的陌生人 但人家纠结人过不去啊 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要什么 你就必须会得到什么 很多东西再怎么去争取 也不会一定或者是必须达成心愿的 错过就是错过 如果错过了之后再说为了弥补这个错过 而勉强在一起的话 那么他以前的委屈 他对于未来更加加倍的期待 都会放在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中 那样的话 你以前要跟他每天陪三个小时 他认为是满足的 现在就得变成六个小时 你以前一周回来一次 他认为刚刚好 现在你得一周回来两次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叠加着以前的委屈和对未来更高的期待 因为你是一个被考验者 所以那样的话 小伙子我认为就你的状态你做不到 因为你没那么爱这个女孩 你刚才说了 我只要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回来陪他 那他是你生活当中的前空题的答案而已 可是他不要啊 他要他是你生活当中的主旋律 所以这个时候他成了一个伴奏 你觉得他会舒服吗 我觉得再忙都会有时间 跟自己心爱的人发一条微信 发一条语音 或者是打一个电话 土蕾经常说 哪怕是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不是 真的不是理由 其实就说白了你没那么爱他 然后当他突然间跟你提出分手 在北京的竞争压力和自己的内心被挫败了 然后你就觉得不行 我得扳回一局了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你成长必须要经历的吧 在你手中的你如果不珍惜 当他已经不再属于你的时候 你要学会祝福 然后另外这位女孩子 我觉得你认真的去面对 努力的去争取 然后勇敢的去选择 这些我都不觉得有问题 但你今天来这儿我觉得有问题 你的这样的一种 其实我还是希望他好 然后他就会解读什么 你看他还希望我好 说明他心里还是在意我的 没准我再努力一把 还是有可能的 爱就爱得轰轰烈烈 断就断得干干脆碎 谢谢 好 谢谢麦老师 来 去走 男孩 我个人觉得这个女孩非常了解你 知道你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你以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都这个女孩都不会离开你 但这女孩做错了一件事 当你刚开始不久之后 这个男孩不有过暧昧行为吗 被你发现了 你没有说因为你爱他对不对 对 给他造成一种假象 连这种事你都能原谅我 那还有什么事 你不能原谅我 你在我心目中的那位置就是很低了 我可以 我想跟你联系就跟你联系 想回你的微信就回你的微信 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 因为你始终要围绕我转 对不对 直到你都告诉他了 我有一个心仪的男生了 他还不相信 不可能 因为咱俩的事我说了算 我觉得这次事非常好 给你一个教训 谈恋爱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想去北京都不打招呼就走 想暧昧就暧昧 想回来就回来 这次就是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结果 有的时候对令范的这种真情 不管你是冷漠的人 还是比较热情的人 那种情不自禁的感觉是掩饰不住的 不可能说我就是这么冷的人 对我最爱的人也这么冷 不可能 除非你没有真正的爱什么 除非你没有把它摆在你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说真正找到那个能让你 从冷漠的人变成一个热情的人的时候 那时你遇到了真爱 这个女孩可能不是 所以女孩今天来也对也不对 不对就是白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对的就是让她认清楚 就当你最后帮她一下 让她知道谈恋爱两个人说了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你的那个现任男友是男友吗 现在还没有在一起 她就是在追求我 你觉得她看了这期节目会怎样呢 我觉得她应该也会 我猜啊 你是真的不爱她了 但是那个追求者 又似乎是 哇 我真是不爱 但这期节目 你不要争aa 我真的不爱 我哪里 你们有点 在这里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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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成为你想要的那个男生 我是当我们真的分手的时候 我才领悟到失去你是多么难受 我去过我们一起以前去过的地方 看着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想体会你当时一抵一个人的感受 我才知道现在有多的难受 所以我现在愿意赶 你愿意接受我们 我 我跟你分开这段时间 我 我跟你分开这段时间 其实我已经过得挺开心的 一点压抑感都没有 其实我想得挺明白的 而且我现在身边也出现一个 愿意对我好的男人 我觉得我会跟你说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希望你会找到一个 对你好的朋友们 好 请亮灯吧 来 请回吧 两位 谢谢 请关门 女生到底是会走的 男生还会坚持吗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请您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男生的 ant表面 优优独播剧9里